东汉末年其实有四国,这个国比蜀汉活得还久,罗冠中却选择一望,东汉末年分三国,为雄距北方,将核桃平原及西北戈部划归南下,吴戈距荆州,两湖,苏南等广大江南地区,蜀汉偏安西南,相对弱小,但是其实在当时东汉的最后几年的时候,还有第四个国家存在于中华大地的土地上, 你以为是元术,其实不是,元竹197年称帝,199年就育而终了,满打满算也就两年,可这个国家从190年坚持到了238年,竟然存活了48年,要知道蜀汉从221年到263年也不过坚持了42年。 这个小国竟然比蜀汉坚持得还久,只不过当时这个国家太小了,还没有被别的国家记住,也没有被后人记录到历史的史册当中,这个国家就是当时辽东的燕国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英国的建立者是公孙渊,他是公孙家族的第三代领袖,公孙家族是依靠第一代建立,割据辽东政权的辽东太守公孙渡而崛起的,公孙渡本是辽东乡平人,其父公孙岩因在家乡犯事,为了躲避官府追捕,带着全家迁徙到了玄兔郡,公孙渡上任之后。 锐意进取,打击豪强,扩张势力,称霸辽东,董卓之乱后,公孙渡趁机自立为辽东侯,逐渐开疆拓土,与鲜卑高沟里等外族交往,建立了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政权,公孙渡去世之后,公孙公接过了家业,曹皮称帝之后,公孙公被封为车骑将军,但多年之后,其实公孙渊在掌握了大权之后,逼其退位。 公孙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,他不满足于做一个魏国的臣子,而是想要自立为王,公元238年,他在辽东称王,建立了燕国,与魏,蜀,吴三国并列,他还派使者到吴国与孙权结为盟友,共同对抗魏国,然而他的王位并没有持续多久,魏明帝曹锐即位之后,便派司马懿带兵大破燕军,斩杀了公孙渊,辽东公孙家族也就此没落, 罗冠中为何只写了三国,那么为什么罗冠中只写了三国,而没有写燕国呢?原因其实很现实,首先就是因为燕国存在的时间太短,仅有一年的时间就被曹魏灭亡,虽然在此之前,公孙家族在辽东地区雄霸一方几十年,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,存在时间却太短,在如此短暂的建国史中,并未有出现像三国争雄那样,恢弘壮阔的历史事件。 对整个时局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,所以罗冠中并没有将其写入小说当中,其次,罗冠中写三国演义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,以及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民族情感,欢迎收看剧谈史。 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他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素材,塑造了一批忠义志勇、仁爱的英雄人物,以及一些奸诈残暴贪婪的反面人物,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抗和斗争,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 他的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,也是对历史的改造,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,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夸大缩小,美化丑化,删减增不等手法,使得小说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启发力,在罗冠中的笔下,魏、蜀、吴三国各有其特色和代表人物。 魏国是以曹操为首的一群奸雄,他们以邪天子令诸侯为名,实则谋求一统天下,是小说的主要反派,蜀国是以刘备为首的一群异士,他们以继承汉室正统为己任,吴国是以孙权为首的一群英杰,他们以自立江东为治,实则坚守江山不失,是小说的中立派。 这三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和高潮,而燕国在这个大格局中显得微不足道,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和代表人物,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和戏剧性的冲突,因此罗冠中也就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小说当中。 公孙家族盘踞的辽东,虽说是三国,实则是四国,这在历史资料上是有可考痕迹的,事实上,这第四个国家在今天的辽宁地区,也就是东三省的部分版图上,这个国家名叫燕国,是一个由公孙家族创立的独立政权。 公孙度是当时曹操论英雄中没有出现的人物,却也是在英雄之列,公孙度并不是草民出身,相反他是被东汉正式封绝的人物,在公孙度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才能,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姓公孙的高官公孙瑜,他和这个公孙瑜一见如故。 并且,公孙瑜十分爱重公孙度的才能,便让他在自己的手底下担任一定的职位,有了公孙瑜的辩护,公孙度在仕途上算是平不清云,但是后来董卓上台,便罢免了他的官职,公孙度的同乡,在董卓面前说了不少关于公孙度的好话。 董卓当时独揽仇政大权,对于用人方面更是说一不二,因此得益于同乡的缘故,公孙度当上了辽东太守,自从当上了辽东太守,公孙度就开始立兵莫马,整顿前两,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问鼎中原,而是预防曹操和其他的诸侯来犯辽东。 他并没有想要和那些诸侯混战的决心,只想偏安一鱼,在自己的老家里休养生息,尽管他没有对曹操,孙权,刘表他们下手,可是对自己附属的小国,他确实重拳出击,不仅是那些没有姓名的藩帮小族,都让他收拾得服服帖帖,连势力强大的高沟黎,都被他重拳出击,打得不敢再挑衅。 辽东由此可见,公孙度和辽东是有一定实力的,而之所以罗冠中不写燕国, 那是因为公孙家族所占据的辽东位置太过偏远,和吴国甚至蜀国相隔数千里,在当时若是两方起什么冲突,怕是也不太可能,而且公孙家族在经营自己的地盘上,向来是本着自己自足四个字,他们从不主动挑衅别人,所以说不写燕国也是理智的选择,未提原因纵观燕国的崛起和灭亡来看,罗冠中如此忽略燕国的存在无外乎两点原因,其一,成立时间之短, 燕国仅仅存在了一年就灭亡了,如此虽然是四国并存,却也是不值一提的,燕国的存续时间,即使是从公孙度任辽东太守时期算起,也是非常短暂的, 不过四十余载而已,未属无的建国时间,虽然分别在公元220年,221年,222年,但是三个国家早在公元200年后,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峙局面,实际的存续时间可大概算作50年,70年,如果从实际建国时间算,可以说燕国直接被其他三个国家秒杀, 魏国和蜀国建立到灭亡历经40多年,吴国历经60年,另外一点就是军事实力了,即使燕国后来的实力相较于之前壮大了不少, 但是说到底,他只是从魏国分裂出来的一股力量,无法和一个与一丰满的真正的国家相比,何况在燕国建国之前, 公孙时势力充其量算是一个正在加速成长的青少年,自然更无法和已经成年的三个强大政权相提并论, 燕国公元237年建国到此年被灭,只有一年时间,算是历史上历史最短的国家,一年的时间,各方面的规划还只是个雏形,政治经济文化没有发展,就已经覆灭了。 如此看来,对时局没有影响的小角色,对后世没有教化作用的事物,对三国演绎的故事性不能增彩的情节, 属实没有太大的撰写意义,常言道毒史使人明智,三国演绎固然精彩,但是如果想了解真正的三国历史,还是需要看三国志,资质通鉴,后汉书,等历史相对还原度较高的著作,总的来说,当时就属为,属,无三国发展势头最为迅猛,任何一方的军事举动都会影响到时局,所以罗冠中就着重写了这三个政权之间的对峙,当然或许还有一部分社会因素。 因为罗冠中生活在明朝初期,他也经历了朱元璋、陈有亮、张世成的对峙,或许是在此三人角逐的基础上,才将三国演绎写出来的吧。 其实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那个乱世,像公孙家族这样割据一方的第四国,还是有的,比如割据梁广,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地区40余年的焦州霸主,谢谢家族。 直到世界去世后,孙权才彻底将焦州纳入无国版图,当然割据时间最久的,还属割据辽东的公孙家族,只是不管是世界家族还是公孙家族,他们都只是享有高度资质的割据政权罢了,他们没有正式建国称帝,也算不上一个国,而小说三国演绎的故事框架,主要围绕位,属无三国之间展开。 小说又不是历史资料,自然要把公孙家族或者世界家族忽略了。